今天是5月27日,進入了期指結算週 其實上星期已經進入了 最主要原因是5月交易日子比較多 5月的升幅很大,成交很多 之前有很多好倉,如果要進入6月都想做好倉的話 他們就應該要蓋多些日子 首先要壓低5月的期指 從而帶動到6月的期貨是回下多少少 已經帶動了1000點 接著在下面轉為6月的好倉 接著再拆高上5月的期指 拆下其他期指,5月的好倉 或者是坎土埋場等交易所結算 所以在這點來說 對於6月的後市 是有一點條件可以預望做好的 反正如果是5月期指一直炒上去 炒上去 炒上去 接著在6月就跟你來一個倒頭充 即使他們已經不看好6月及之後的市況 起5月就坎土埋場結算 在這點裡,反正需要留意的事情 當然我們也要開始看看 6月的期指會不會有高水的情況出現 好了 我們看看 近10天 大市成交量比較穩定 是1,200億左右 會不會成真要湧上去呢? 我覺得就是 未這麼快就趨著 到了6月及之後 這個應該可以有機會上 1,300、1,500 然後一、兩天又去2,000 就是這樣 我對於後市的一個相對樂觀點的看法 這個北水的資金流入來講 你看到就是在5月10日之後 一直流入 這幾天是減少了的 大市成交金額 到了1,700、1,500 最近這幾天又平穩了下來的 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再看看 就是過往的時候 這個北水的累積的流入 在那裡減少了 減少了 減少了 來到這裡 這個就跌了下來 這個是需要留意的 如果北水不再跟著 而我養上去 這個就是不好的 那我養上去有幾樣東西看 第一就是要看看 這些是有幾個動的 是有幾個動的 動上去 如果一動上去多的就好 如果一動上來 就是個別日子 好像那樣 動多很多日下來 這個時值就會跌 對於個別股票方面 在中國銀行方面 這就是3988 一直是流入比較多的 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呢 因為 你如果正前一點 大家買到 A股和X股之間的價差 如果大的話 一定會有資金來 吸引X股方面 當然這個是 國內的ETF 或者散戶 都是要透過ETF來做的 大戶當然可以自己做的 另外中華社股份 亦都是有一點點的流入 不過比前五日 是少了一點的 流出的股份方面 就是這樣了 這些就是之前 曾經疑問多 即是今天中華動又升了 即是有可能 又是可以是這樣的情況 今天上升的板塊 超過一半 前五名的板塊 就是貴金屬 很簡單 因為還要帶動 只用臨業 汽車一半 體動公共事業 公共事業 最主要是很多水務 等等 這件事 現在阿爺是給他加費的 起我今天一篇文章 買電力股方面 都已經有提及到 水費是會加的 因此公共事業 會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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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看看 黃金 這個中華的白銀集團 這個呢 不是真正買白銀的 它是借了一個白銀的平台 不要那麼 啊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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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買錯了 那這些金的方法 你看到 這些全部都在這裏 我一直在說 我個人是比較傾向 是看山東金的 好了 再其次 就看 這個 是 林子 林業方面 我們要看看 有幾樣東西 是 大的紙箱 出不出現 神明子葉 陽光造紙 還有一個是 要找一個是 九龍紙 不見 所以你見到 這幾個大紙的時鐘 就是 即是 出現了才好 陽光神明 李敏 還有九龍造紙 都起出現聲勢 才真正確認了 那現在都不 現在 只少了九龍造紙 都不重要的 都 即是 升升地 這樣 好 汽車方面 那 恆大汽車 沒什麼用的 這件事 這個 即是 今早早競價時段 竟然夠膽死 叫一千元 儘管是這麼說 報道是這麼說 是嗎 無論如何都好 由兩毛錢到六毛錢 因為有人 是 接手做 汽車嘛 這樣 轉換股價 那即是接手而已 不代表你的車 一定做得好的 做了先去 是嗎 這樣就是 另外再其次的 就是 車呢 就是福耀玻璃了 福耀玻璃 為什麼呢 很可能 說你做什麼 它是做玻璃的 差不多有這個 不知道 好像是八成 世界的車的玻璃 都是由福耀玻璃來做的 所以 如果你看好 看好車也好 看不好車也好 福耀玻璃 是 因為 很簡單 就是一定 有車 就必然有玻璃 除非你個個都是做跑車 那 好了 好 再其次半導體 半導體橫 半導體中芯國際 全部都一直在升 原因就是 中國的半導體開始 慢慢是怎樣 中芯國際是有望 你猜都猜不到 全世界做半導體來說 它可以坐二望一 當然它不是做一些很高端的半導體 我喜歡做一個十八納米 我喜歡做一個是六十四納米 你很激烈 因為很多的是這個電子產品 不需要用到14納米、7納米、5納米、3納米、1納米 那些書櫃 不要聽 整個就是 三百五十四納米給你都行 俄羅斯就剛剛公佈了 它會是 自主做到三百五十四納米 所以你說 哎呀 它這麼糟糕的 對不起 就算美國的F22也好 他們製造出來的年代 都是 六十幾納米 三十幾納米而已 我們的北斗 都是二十八納米而已 所以 不要認為 那麼 以為追求小的納米 就是叫做 一定是先進的東西 再接著 電力公司 包括電力公司 很多電力公司 水務 全部都是好 原因就是 我今天篇文章有解釋到 國內容許電費和水費加價 因此你看 哇 很多都是大牛歸來的 一定是一箱上升 我們再看看 個別版費方面 騰訊又有跌 有些微升 其他一些有些升 大牛歸上升 不多 阿里巴巴上升很少 美團上升很少 你看到牙的位置 都很小了 其他 即是說 相對於今時 其他一眾不是大牛歸 我們說的大牛歸就是 A 阿里巴巴 M 美團 T 騰訊 不是AMT星 因此其他一些可以相應地分多一杯羹 即是分多一杯羹 有一個不好處 可能今天的成交不是太多 我們接著去看看 其子 其子 其子今天來到這裡 而現在這個時刻 成交的股數已經到這裡 咦 又不是 可能會升多一點 會多於前一兩天 因為今天一半天都去了一半 所以你再拼一半上來 就來到這裡 是吧 就像這樣 現在來到這裡一半 是吧 你即使來到三分之一 或者三分之一半 你都應該去到這個位置 即是有望今日可以望不望 咦 這麼好東西 1500 好了 來到這裡 我們會看到的是合約章數 我們還沒看到恆生指數 即是大市成交的 我們看到這裡 就是在這裡來到 在保利亞通途中族的增賺 就是樣子不太好 明天 或者是後幾天 一定要給一個大幅上升 升上去 這樣升上去之後 就要起碼 要升到這個位置 即時去到195 197這一範疇 195這一範疇 就是要升到這些位置 才可以叫好 如果不是 是擺脫不了一個再下調 試回到保利亞通道底部 這個是177的可能性 所以 接下來這兩天 看看會不會是可以這樣上升 如果不可以上升 就真真正正 不是太好東西 好 我們跟著去看看有什麼股票 今天我們可以值得留意一下 留意一隻石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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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